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徐徐 我现在是32岁 职业是开居酒屋的 星座是双子座 妈妈是射手座 我个人其实是喜欢唱歌 原本在不大学的时候 应该有机会 忙着赚钱 把人家那个评审给挡掉 那个评审说我认为你是应该是冠军的 我妈以前有歌手梦 我以前有歌手梦 我曾经我们那个时候的年代 是要到戏宴里面去参加歌唱比赛 夜城城那种的 那个环眉调的很红 其实我爸很会做猪油拌饭 但是猪油是我妈炸的 比较复杂的工程是我妈这样 但我爸就很会做调味 就是很简单的料理这样 很香 因为醬油我们自己参加 我们参加那个醬油 最重要在什么呢 那个猪油在快好的时候 里面一定要加蒜头 才会把那个腥味弄掉 里面变成有一个蒜头香 这是我们想念的 因为他爸爸会用 我觉得他喔 原本就很贴心 从小我觉得家庭就对我蛮重要的 我爸跟我妈都是很孝顺 他们也就是孝顺了他们的爸妈 所以我觉得也就有样学样 他读高中嘛 我们做父母的希望他 把精神放在学业上 但是他会去照顾他的朋友 所以我那时候常讲的 他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疙瘩在 我说他都顾你们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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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的时间都顾不回来 我们做父母会担心 但是那一个时间跟现在这个时间 心态又不一样了 现在是他因为有那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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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有你们的帮助 我交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他买给我 我其实我自己的素胸都不是自己买的 他几乎没穿过胸罩 他几乎没穿过胸罩 有人想说啊 洗好的到底要晒在哪里 我是晒着再铺一个T恤 我把它放在T恤里面晒 结果有一次我妈去收衣服很紧张 手刀 她说我来收 我觉得因为主要是我爸在前年过世 其实就是在我筹备开二店的时候 他就住院 可是我爸一直有癌症 所以他住院很多次 我们都并没有觉得这一次他会离开我们 毕竟感情这一块 其实也是人生中蛮重要的东西 但我却没有办法跟我认为很重要的人分享 然后一直到他过世 就会觉得我们的对话在亲情里面 就唯独了这个区块 我也许难过 或者是我最开心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去分享给他们听 所以是我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第一次想要跟家人讲 刚好一个因缘忌讳 就有认识一些圈内人 然后他们就问 要不要拍一个微电影 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想说啊 不可能拍了 结果就是新闻稿上面写 老板本身是一位女同志 我想要戏啊戏啊 要先讲了 我觉得真的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出柜 拿着麦克风出柜 我的天哪 因为那时候 我们微电影拍之前 是先跟茶文合作那个MV 然后MV出来我想说 不然先约我妈吃饭 然后给她看MV 因为MV内容其实就有点相关嘛 我想说先看她的感觉怎么样 结果 不可能要出柜 结果还三代同堂吧 然后之后 我就约他们来我那个店里吃饭 然后看MV 可是看MV当下 他们根本没认真看 因为她喝醉了 他们自己超high欸 我真正讲其实是 就这样子讲 是那个 我的那个朋友歌手 在台上的时候 就是他真的已经讲得太明显了 我就觉得 我应该就是这样出柜了 然后 但我想说 还是要认真地跟她讲一次 就直接 抱着啦 就是 就是那一天 她来唱歌 我抱着 反正就是已经知道了嘛 对 只是她要亲口告诉我 她是说 妈 你能接受我 喜欢你能 女生吗 接受啊 不然 不然呢 当然会 但是如果走这一条路的话 对我来说 我曾经讲过 如果 那种 答应了以后 那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那个保存就缓一缓 我觉得我出柜最深刻的一些话语就是 我第一次跟她讲的时候 她是说 我 我也许 不赞成 但是因为 你是我的女儿 所以 我支持你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 她也许 还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 因为我是她的女儿 所以她支持我 对 然后一直到 就是 叶佐首映会那一天 然后我听到 我听到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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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别人说 就是 以前是我们教小朋友 可是 现在其实 反过来 我们也在 教她这样子 就是我知道 她已经慢慢的 就是从 不赞同 然后一直到 就是 学着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 我觉得真的很感动 因为 是一个 因为我的选择 而改变 她自己的想法 所以 也很感谢 我身在这个家庭里面 对女儿 说出 她喜欢女生 我是 用淡定的态度 去接受 因为 你说 一味的去 反对 只会制造更多的那种 不幸 曾经发生过 曾经发生过 所以说 我是希望说 让时间 慢慢的 平和的 看能不能有什么变化 如果是真的发生的 这些事情 就是 我们父母的 就是希望说 她 幸福快乐 像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 我的女儿 嫁到好人家 有爱她的老公 女儿 儿子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 做母亲的 就是希望 只要她幸福 只要她快乐 我们可以接受的 这是一种 让时间来抚平一些 而且 我很庆幸 就是说 我的女儿活在现在 这个时代 大家可以去接受 慢慢的 慢慢的 因为是时代的变迁浪 这样子 所以 不要太一昧的去反对 就接受吧 对 我只能这样子说 我只希望看到我女儿 她是快乐的 然后在事业上 也有一个 有一个人 人给她的肩膀也不错 可以受受苦啊 讲讲话啊 是幸福的 对 其实还有一个 比较好笑的 深刻的话 我在跟她 出柜的时候 其实我妈回我的 第一句话是 妹妹是不是也是 早安 愿你每日笑开怀